5月份的第一天 這裡要提醒大家 如果接下來會有大空投的行情 慣性會有一個中期的逃命波 所以千萬不要在眼前這個市場 最悲觀的時間點 看壞行情 很重要 這一集的節目內容 會跟大家一起來探討 歡迎收看股市召喚鏡 我是陳學員Jerry 讓我帶妳在股市一起召邀來現行 好的 5月份的第一天 那行情看起來還是讓許多人會覺得很擔心 那我先就說大家放假的期間都看到 美國股市曾經一個晚上暴跌 快要1000點 這個在最近這一個月以來來講的話 似乎已經是第三次了 當然大家可以發現就是說即便如此 台北股市在這個位置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絕對不會是妳悲觀的時間點 我一一來看 來 我相信就是說 大家妳在上個禮拜我們在放假之前 出現一個跳空大漲 那我相信Joy老師的態度 不是看到漲就告訴妳絕地大反彈 倒撞反轉 倒形的反轉 暴復性反彈 不管是哪個時間點 即便是3月份這裡來講的話 行情跳空大漲 漲了200多點 漲了300多點 我都不曾在節目上跟大家來談 因為就好是這一邊來講的話 看的是什麼 市場這一邊如果沒有那個條件 行情這一邊的格局還不到那個條件 我在節目上就不會看到漲起來告訴妳 這一邊來講的話應該是 底部低點 那當然行情如果跌下來 我還是一樣的態度 沒有看到就是說整體而言來講的話 達到一個空頭的條件 特別有意 台北股市這裡來講的話 那個 雖然很多人會覺得悲觀 或者是這邊來講的話 確診人數天天的增加 17000人的確診 確實以我們過去兩年來講的話 真的是無法想像 但是越是如此來講的話 切記 千萬這個時間點不要因為 確診人數增加 讓你去跟股市來做連結 5月份的行情來講的話 你要有所準備 那包含的就是說台北股市 即便是在於美國暴跌了 這麼長一段時間了 但台北股市來講的話 維持在去年10月的低點之上 台北股市維持在去年5月 三級警戒的低點之上 這邊我提醒大家 你可以去對比台北股市 跟美國股市來講的話 整體而言台北股市 還是強於美國股市的 好 那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也許大家你在連續假期期間 看到美國股市的表現來 讓很多人忍不住在就好是Light來做留言 很多人很擔心的是 哇 那個4月30號 美國股市這樣暴跌 台北股市這一邊要 一開盤要補跌多少了 大家還在放假的期間就開始在想說 那個我們 開盤之後到底會補跌多少 當然今天來講台北股市 那個下跌了93點 我相信跟上個禮拜 禮拜晚上你看到美國股市的表現 你所擔憂的 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包含說今天來講的話 有一些的個股 他其實已經開始出現 又在電子股方面 已經開始出現一個反彈 那這邊我要提醒大家說 大家也許在那個 連續假期期間 很擔心的是美國股市到底跌了多少 那我尤其只看 不是就好是這邊的心態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只要台北股市的格局還差一個條件 因為我的那個盤前分析的內容都跟他強調 沒有看到連續的空方換手 大資金在台北股市這邊的資金換手 還沒有看到連續空方換手 所以現在來講最重要是市場的氛圍 來他在連續假期的即將也許擔心的是什麼 美國股市還會再跌多少 這個禮拜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5月5號 我們在禮拜四 就可以知道說連準會來講的話 確認第二次連續第二次的升息 到底會不會一次升兩碼 這些大家都已知道的事情 甚至很多人會關心的是 這一邊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5月份6月份會有什麼機會 我跟大家來談 我只關心一個 這個是最吸睛的新聞 我現在看的是市場氛圍 不是說說技術面這一邊怎麼樣 或者是 市場這邊 美國到底能不能止跌 我看的現在是市場上 整個投資人的氛圍 我相信就昨天 我們在那個收價之前 你最應該關心的新聞是這一個 美國的散戶 雄市的情緒指數 飆高 而且這個飆高來講的話 是金融海嘯以來最糟 金融海嘯是距離 13年前那個時間點 那最近來講美國股市 尤其是說這個熊市的 情緒來講的話是2009年 3月以來的高點 創下2009年3月以來的那個新高 我這邊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在上個禮拜 那個 放假之前的節目才從我大盤的 台北股市這一邊的月線 月KD跟他去聊到 現在台北股市 在月KD的上方 所以即便來講 行情最近的動盪 你要留意接下來是 月KD零走的測試 會出現一段的 反向的一個拉抬 你要說是逃命波也好 你要說是大反彈 絕地大反攻也好 但是時間到現在為止來講的話 你慢慢的要有這樣的認知 因為4月份反映了一根藏黑 這根的藏黑還是讓台北股市 留在月KD上方 就這個角度 我在看到這一個美國熊市的情緒 美國散戶投資人熊市的情緒 是3年的新高 來 我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這一邊 花幾分鐘的時間跟大家 來聊這個話題 因為這邊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的節目今天主軸是告訴大家 如果後面有逃命波 你千萬不要在 逃命波沒有出現之前你就自我了斷了 這個很重要 來 上個禮拜我已經在節目上跟大家聊到 現在台北股市雖然 4月份行情真的 蠻淒慘的 讓很多人跌到會害怕的 可是台北股市 4月份的藏黑 還是讓整個台北股市的月KD在零軸上方 這一條紅線是零軸50 我們剛才聊到 美國投資人的 美國散戶投資人的熊市情緒指數 創下新高 前一波我在這一邊美國散戶投資人恐慌 跟現在恐慌的時間也在這邊 相同恐慌的時間也在這邊 2009年3月 大家你要知道 我會跟大家聊這個的原因是 相同的 恐慌的氛圍 而且認定股市是空頭了 股市來講的話已經是熊市了 前一次這樣的走勢那樣的恐慌情緒來講的話 當時候台北股市是從 4000多點 漲到 8395點 差5點要8400點 你說這個 恐慌的氛圍出現在美國散戶投資人 那一個階段來講的話 當年的台北股市 它上漲了10個月 10個月裡面來講的話 有半年有6個月是上漲的 月K是收紅的 那個恐慌情緒出來之後來講的話 有3個月連續 那你可以把這個 我放大給大家看 從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月K是什麼 1 2 3 3根長紅棒的 所以我這邊時間點來提醒大家 如果這樣的一個 情緒氛圍沒有出現 我不會 趕在這裡跟大家來聊這件事情 但是 這樣的情緒氛圍已經出現了 我反而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這個位置這個時間點進入5月份 也許你會聽到市場上跟你聊到 那個先蹲後跳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真的認定 因為美國股市的表現 因為這一邊來講 美國聯準會要連續的升級動作 你看壞行情了 後面會有一段的大空投 但是你要留意 每一段的真實的大空投行情 他要出現之前 他都會有一個 中期的逃命波 我這邊要提醒大家 中期的逃命波 所以你切記 不要在市場最悲觀的時刻 也就是說我跟大家提醒的 昨天我們要收價之前 整個新聞媒體放出來的那些消息來講的話 我最讓我看到的市場氛圍的 那個悲觀的時刻 13年新高 等於說你這最近這13年內 往前13年內 你才接觸台北股市 你是完全不曉得 當時候所謂真是恐慌的氛圍 真的看壞行情的氛圍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你千萬不要在這種氛圍 悲觀的氛圍出來來講的話 看壞後續的三個月很重要 5月 6月 7月 這三個月來講的話 不是你看壞行情的時間 因為我剛才跟大家來聊到 你從台北股市大盤的月K線去看 前一次美國的散戶投資的那種熊市情緒 高昂到那種眼前這種地步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是月K三連紅了 所以5月份開始你千萬不要看到跌 然後你就因為內心的悲觀或恐慌 而去就是說看壞整個台北股市的行情 反正這邊來講的話 第一個 你要討論的你要看待的是整個來講 盤面上 有哪一些的個股 它會從底部翻起來 會變成是一個領頭羊強勢股 或者是現在來講的話 電子類股跌深的一段的反彈 我們先看那個電子類股來講跌深的反彈 是先看好你要把它認定為是逃命也好 但是千萬不要在那個人家大資金要逃命之前 你自己先自我了斷 很重要 當然傳產類股來講的話就好是其實在上個禮拜 我們就特別點到 它會是一個 算是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行情動盪的過程 盡量反彈逃命的過程來講的話 一個防禦的類股 那我相信底部翻揚的 它會莫名其妙忽然之間拉一段的那個上漲的走勢 那上漲的走勢市場自然而然就會給它一個利多的消息 來 我相信上個禮拜 我們在節目上也聊到一檔 3.2.2.1的台加塑 當時候來講的話我相信就是說 行情本來就已經是表現得不好了 但你要特別留意 你現在 反而就是要去鎖定哪一些在底部區的股票 台加塑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不是因為今天它大漲我再去聊它 來 我希望就是說這個位置來講 然後要告訴大家 你現在來講不是那個台加塑漲起來 你要去追它或者是買它 你現在來講的話 懂得去從這一些股票的身上來講的話 去找到就是說 哪一些股票 在上漲出現之前 你應該是在底部 還沒有放量的過程 先去做好卡位 當然啦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就有這一些低量 在主體的股票來講的話 眼前這個時間點你千萬千萬不要被洗出場 3.2.2.1的台加塑 我相信就是說你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早就在節目上跟大家來談到了 它的子公司 剛好是搭上快篩的列車 所以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現在變成有車用題材 也有快篩的題材 包含它本身來講的話 車用市場的介入 包含在這裡來講的話 高值利率的題材 我就聊到 底部區的股票 或者是60週均線翻揚的股票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 市場要讓它漲 它會給它一個理由 60週均線上揚的股票 我們已經特別點到了 你不要因為大盤的表現不好 或行情的下跌美國股市的動盪 你就在底部區這一邊慌慌張張把他賣掉 我們也在上個月 尤其是上個禮拜的時間點告訴大家 會莫名其妙跳出來 翻漲出來讓你看到的股票 它前面一定會有一個量縮整理的過程 我相信 今天台加速雖然沒有漲停板 我也不是要告訴大家 你抓這些股票就是它一定會漲停板 而是你要懂得 現在這個格局來講的話 個股它是輪動的 當然台北股市在4月份開始 破掉那個3月份的低點 最關鍵還是在電子股的弱勢 可是你如果撇開電子類股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 盤面上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個股 很多很多的族群來講的話 尤其是當然是集中在傳產類股 它說不定莫名其妙的在一個 打完底部或者是那個量縮整理完之後 一個 市場給它一個理由 讓它可以出現 就是說 不管是 跳空上漲也好 不管是一個 那個上漲長紅棒也好 總而言之現在來講的話 量縮整理完 往上放量上漲的股票 而且尤其是維持在60週均線上方的股票來講的話 是你應該要去關注的 我這邊也要強調一次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是屬於這類的族群的股票 千萬不要在大盤 表現不好的時候 或者是這一檔股票 上下整理的過程 然後你沒有耐性 我看到美國股市跌 隨隨便便把他賣掉 否則你在接下來的行情來講的話 你會被逼到說我到底要不要把他追回來 特別留意 我這邊要特別去跟他來做強調 所以畫面左下角 我的LINE小鼠GORICH55688 小鼠GORICH55688 我希望這個 官方的LINEID來講的話 我就是要提供給大家 現在來講的話 你就是要檢視一下你手中的股票 到底後面有沒有機會 空頭隔絕的股票好 像接下來來講的話 也許5月下旬出現反彈 或者是我們在 這一個禮拜四 美國聯準會確定 連續第二次的升息 利空出現之後 反彈你就是賣 如果你的股票是屬於一個 量縮整理的過程 而且他本來在一個量縮整理 後面是醞釀一段的反攻 你更不能在這種過程把他賣掉 切記 即便是弱勢的電子股 現在來講的話 你要懂得去看一下 醞釀反彈 他的賣點到底在哪裡 這一檔3443的創意 我相信就是說 我在整個電子類股 還沒有走弱之前 這樣的股票 我們都可以在市面上 知道就是說細緻財 IC設計裡面細緻財 包含或者是MCU概念股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 那個話題題材 讓我們看到他的好 但是最近來講的話 3月份 尤其是4月份 整個4月份來講的話 台積電的走軟 台積電往下再破低 讓電子類股來講變成是一個提款機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60週均線維持上揚的股票 它並沒有因為4月份 電子類股的走軟 然後變成空投格局 像3443創意這種IC設計的股票 多的是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你現在來講的話 把你手中的電子股拉出來 把你手中IC設計的股票拉出來 很多都漲這樣子 在這一種股票來講的話 量能還沒失控之前 你要懂得 在這個過程來講的話 它會有一個機會 讓你逢高去出脫 讓你逢高去換股 但眼前這裡來講 我必須談 我必須來談 包含了台積電的部分 包含了整個聯巴科的部分 眼前這一些電子的全值股來講 它確實經過了4月份 向下的一個破低 向下的一個走低 它的格局很難短期變成強勢股 但是這裡來講的話 不代表 你手中有這些股票來講的話 就完全沒救 我現在來跌就是先停損 就是先砍 你反而要知道接下來的行情來講的話 當一段的反彈醞釀出來 逃命波醞釀出來來講 你是要趁著那個機會 來做換股的動作 我相信現在來講 你大概整個把電子類股 對比去那個傳產類股下去看來講 來 台積電現在長這樣子 但是 現在我的節目上也聊到 很多人不擔心台積電 這才是我會比較擔心電子類股表現的 當然這邊來講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看到 上個禮拜 曾經一天大漲的聯電來講的話 今天的表現也沒有很強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5月份是這一些股票來講的話 零零一段 跌升反彈 你要說逃命波抑 我看的確實是先做換股 逃命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切記 不要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因為內心的恐慌 或者是美國股是在暴跌 美國股是在怎麼樣 你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就盲目的大賣 切記 接下來行情你務必要懂得 這些股票如果 在60週均線維持上揚 60週均線還沒下彎之前 他已經先亮縮了 5月份 尤其是在整個那個5月20號之前來講的話 這個機會 你要懂得 去把握住去處理到 我不希望就是說你那個賣掉了 受不了了 那個看到美國股市 廢成半導體又怎麼樣 很多人會留言說老師 廢成半導體 這邊來講的話又下跌了 行情又重挫了 你怎麼來看 特斯拉又暴跌了 尤其是特斯拉的股價在上個禮拜 曾經暴跌過 曾經下跌過 那個很多投資朋友好幾個網友來講的話就在 那個晚上我看那個留言我都覺得心疼 因為居然是晚上1點多的時刻 1點半 因為我隔天早上看到 上班的時候才看到 昨天1點半有人留言給我 老是特斯拉大跌 我手中的什麼什麼股票怎麼辦 這檔台半雖然我們上個月 上個月來講的話是已經先行做一個 短利出清 但這裡來講的話特別留意 像這類的股票 他60週均線 我要提醒大家 眼前來講的話 雖然股市來講還沒有到達熊市 台北股市還沒到熊市的階段 如果台北股市要到達熊市的階段來講的話 現在我們看行情應該是回到1萬5了 去年低點 去年15159低點被灌破 現在應該看得到了 可是問題是眼前這一邊來講的話 居然在美國投資人的熊市情緒 到達高峰的時候 台北股市居然 還在去年10月低點之上 這個我要提醒大家 你真的現在來講的話 真的60週均線上揚的股票 你不要隨便亂賣隨便亂砍 甚至後面來講有機會做一個逃命波 像台辦來講我相信就是說這邊 大家你可以看到今天來講的話 像這一種股票 車用二集體的股票 台辦之後還有另外一檔 我相信就是說這裡來講 當然你可能會比較去想瞭解的 今天來講跟他一起一樣反彈 上漲的強茂怎麼來看 因為大家都知道 車用市場車用二集體來講的話 今年來講 包含了業績來講還是很好 可是你一發現就是說 對比台辦 強茂 他已經破60週均線了 那這樣的股票它是走空嗎 我已經特別點到了 時間到時間週期 它會讓你一個 可以就逢高來做換股的機會 但是你千萬 第一個 不要在市場極度恐慌 或恐慌指數飆高的時間點 然後就不問3721的把它賣掉 這在股票操作的過程當中來講 很多人會犯下的錯誤 漲起來之後那個三連紅的時候 你去追買它 可是那個什麼 三連紅追買完之後 開始震盪往下殺的時候 你確實看到破線要賣 到後面來講的話 一檔接一檔會變成 後面演變成追高殺低 但是你會發現 就當大盤經過了 也許你到6月底回頭一看 大盤不是你所想的是空投格局 它變成一個大箱形區間 跟去年一樣的話 我必須要談 去年來講 重要的時間點 很多人都是在這種過程 下來的過程以為是空投 然後一個月之後發現 原來這邊是底部 後面來講的話 往上又要追高了 因為每次上漲的時候 或者是回到起跌點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一個 一微瘋就覺得 因為我行情這一邊 是不是要挑戰1萬9了2萬了 因為去年來講的話 要含2萬點含1萬9 這從三級警戒過後 兩個月的時間 行情回到起跌點了 大家覺得這邊來講的話 原來沒事 後面來講的話 這是大多頭行情 為了要行情這邊要供1萬9 要供2萬 而去追高很多很多的股票 可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到後面來講的話 充其量只是一個 大箱形的震盪整理的格局 我不希望 眼前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你因為美國股市 或者是這一邊來講 市場過度的恐慌 然後你就錯失了 就是說即便是真的有大空投要來臨 那一段的中期逃命波你錯過了 我不希望你現在來講的話有這樣的一個 因為內心的一個恐慌 或者是內心這一邊來講 跟著市場一起看壞 然後錯過那樣的機會 來 我希望就是說這個位置 不是要跟大家來談 就是說我一定看好 這邊我就是死多頭 來 我的Lite這裡來講我相信 不管是今天盤中 因為今天來講的話 大盤是尾盤拉起來 中午過後一個買盤的力道 我相信你今天掌握到9點15分 那一個5分K的排列 他早就已經暗示尾盤 他會有一個買盤的力道撐起來 雖然最後面沒有辦法出現大局的拉抬 但是你要知道 行情在這邊 他本來就有一個判斷的一個習性在 大資金在控盤 他本來就有一個習性在 所以加入就好是Lite 小鼠Go Rich 55688 小鼠GOI CH 55688 真的是空頭格局的確認 我會在Lite這邊來提醒你 我相信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很多的股票底部需翻揚的股票 都是在我YouTube頻道 你現在看到的一些食品類股 你現在看到一些在底部去整理的股票 我都在YouTube這一邊來講的話 早一步 可能提早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半個月前 我就提醒大家有哪一些股票 你要特別去留意 所以你早就能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的朋友來講 我看你都已經知道說為什麼 你都可以去推銷說 為什麼教老師會在上個月 甚至上個月月底來講的話 跟大家來聊 有一個類股族群 你現在來講確診的人數雖然增加 但是你要準備的 那個類股族群來講的話 慢慢的 反映了他原物料上漲 慢慢的把他的那個 從他的售價 從他的商品價格 轉嫁 轉嫁他的那個高成本 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你慢慢你現在來講 我相信就是說 當然你會發現 那個吃的東西越來越貴 吃的東西越來越貴 當然大家現在都會知道說 那個烏二之間的戰爭 現在來講還沒有停火 所以這邊原物料大漲 慢慢你發現品牌食品類股 品牌的食品他的售價慢慢上漲之後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那個轉嫁到消費者身上的那一段的 那一個價差來講的話 就是慢慢要反映到他報表的獲利 財報上面的獲利 5月份 我相信我在Lite這裡 今天盤中我就已經提醒大家 最近這10年以來 5月在5月 平均漲幅最大的是什麼 食品類股 我相信這張表格來講的話 我已經提醒大家了 我已經在盤中 傳給我Lite的朋友了 我希望說眼前這一邊的行情 你不要英文那個美國股市的漲跌 或者是這一邊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今天漲了沒 台北股市昨天美國反彈 今天台北股市能不能漲 漲多少 你的目光焦點應該是在於說 眼前這一邊市場的氛圍是什麼 包含了整個來講的話 會有機會表現的類股族群是什麼 這張的表格我盤中已經分享了 所以我畫面 左下角小Ausco Rich 55688 小Ausco GOR CH 55688 這個Lite有多重要 因為我希望眼前這個時間點來講 你絕對不是 把你的目光焦點 思維是大盤這邊能不能漲 或者是電子類股 我該怎麼來處理 對 電子類股這一邊來 你只要分辨有沒有跌升反彈 這個跌升反彈 到底是這一檔股票逃命波 或者是會讓這一檔股票變成領頭羊 挑戰前波高點 這個是你現在最重要的功課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為什麼我會在那個 上個禮拜 4月底的時候 或者是那個前面兩個禮拜 我就告訴大家 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接下來你要去留意食品類股的表現 因為所有類股族群積極其最低的食品 包含了現在來講的話 長線打底量縮 成交量能會萎縮到你看不及他的 就是食品類股 我提醒大家 當行情在這些類股身上 他還有落後補漲 或者打完底部反攻的機會來講的話 這個格局 眼前這個時間點 絕對不是你應該悲觀的時間 我相信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不是告訴大家 我行情就是一定會大漲怎麼樣 而是說這邊來講 如果大盤是重新在打底 可是你卻因為市場上的氛圍 而去那個單路了你 不管是換股的機會也好 不管是逆轉勝的機會也好 或者在這邊來講的話 底部區卡位的機會也好 我都希望這一邊來講的話 你看我的節目 千萬不要因為市場的氛圍 而去真的從眾看壞行情了 尤其是在整個 尤其在整個市場上悲觀的時間點 你千萬不要看壞接下來三個月的走勢 來 視頻類股來講我相信就是說 在我的YouTube頻道 早在那個三月份就已經提醒大家 那個三月份 有特別提醒大家這樣一個類股族群 短空長多 那個時候行情的表現也不好 我那時候已經一直 講白點我已經在鋪陳在醞釀說 提醒大家說 這個類股族群來講的話 接下來在第二季的行情 因為第二季是那個4月份才開始 4月5月 這也是第二季的第二個月 你務必的要知道就是說 就好是在這裡 先一步的提醒大家 而不是說這裡來講看什麼漲 我在節目才告訴你 這個為什麼他漲 解釋他為什麼要漲 不是 來 我希望就是說 眼前這一邊來講 你看節目 我希望你能夠有所收穫 而不是在這時間點來簡直說 這個老師 你這邊來講是多頭還是空頭 我最後再強調 如果你真的看壞 後面來有一段的大空頭的行情要出現 切記 過往來講的話 大空頭的行情 包含了金融海嘯 他會有一段的逃命波的機會 市場的氛圍是現在最重要最重要的關鍵指標 你千萬不要在市場最悲觀的時刻 看壞後續3個月的行情 特別留意 5月開始 6月7月這3個月來講的話 會變成這一段 3月份的動盪 4月份的那個往下走 尤其是4月份的往下走 如果這一個月5月份來講的話 是向上收紅的 那你切記 務必要知道 如果 因為你個人的看壞 或者是因為跟著市場上面那種悲觀的情緒來講的話 後面的3個月的行情你錯過了 或者是那個你的股票有一個 中期逃命波的機會你反而錯過了 多可惜 因為中期逃命波他會讓很多人手中的股票逆轉勝 很多人會因為手中的股票逆轉勝 然後轉去樂觀 市場氛圍樂觀的 原來要選舉真的要選舉的 所以我的股票從賠錢變成賺錢 我就說嘛 所以市場那個氛圍如果這種出現 賠錢變成賺錢因為今年要選舉 1萬9會來那個這真的 才會醞釀這一種大空頭的行情 實驗關係啦 我希望就說這一邊來講的話 包含了我們在連續假期之前 包含了連續假期之後 這一集的節目內容 我希望告訴大家 眼前來講的話 市場的氛圍才是你觀察行情的重要關鍵 現在你技術面怎麼看都是偏空 技術面怎麼看都是偏弱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市場上很容易醞釀悲觀 或是看壞的情緒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